今天要講停損啦 因為今天可能大家可能還不會遇到一些股票停損的問題 可能還不會 因為今天可能有些比較強勢的標的 像海淳代的標的 海淳代會員買的標的今天都還好 就是算有跌 但是也沒有說碰到停損點 我說是停損點喔 當然是今天有帶學員做一檔股票做出場的動作 也是獲利出場 因為他就碰到海淳的出場點了嘛 就1SOP就出場 我們就是 算說今天這檔股票是量縮啦 不過海淳就覺得 反正就碰到就出場了 我們就後面反正股票那麼多嘛 大盤也不好 我們資金放手上比較安全啊 然後再講一下停損 就是一直有人問說 海淳這一檔股票要不要停損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法 就是說不是說不好 就是我只能給你一個答案就是說 我幫你分析完之後 要不要賣還是在你身上 我今天跟你講說 他的建議你的可能防守點要放在哪裡 如果你還想要拼反彈之類的 那如果不拼反彈我會幫你看一下 可能如果他籌碼不錯有機會繼續談的話 那反彈可能在哪裡 或者甚至我可能直接建議你砍 這個都是海豚給你的建議 但是我還是必須講一句 比較直接的話 直接要直接的話 該不該停損啊 後面有反彈 是你賺不是我賺 是你賺不是我賺 但是如果我跟你講說 這個移動到哪裡 就是比如說出場點建議你放在哪裡 我在跌破就一定要出場 或是我當下就建議你要出場 但是你不出場的話 後面砍不下手的話 一定是算你的 一定是算你的 因為不會是我的嘛 因為你們來問我 你們來問我 我一定會給你一些建議 但是操作是在你身上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就是 該砍就砍 不要盡量 希望大家以後都不會出現個狀況 就是說 大家來問海豚說要不要停損 希望大家不會出現這種狀況 你還是可以來問 如果你真的有 技術上需要幫忙看的話 還是可以來問 但是 就是我是不希望說 你是被套牢很深的那種 然後來問說 海豚這個要不要砍 這個我真的是 會覺得很不好回答 因為就是兩難嘛 萬一砍了 剛好你砍他低一點 我就我也會拍誰啊對不對 然後再跟他講一個關就是 教育就像 盪球比賽 大家可以自己一賽一樣 我們今天停損 我們只是輸 可能只是輸了100場面其中一場 我們只要其他比賽 可以把他贏回來 就是像學員 你看海豚的操作都知道 如果你是學員的話 你會發現海豚其實停損 也都是砍得很俐落 但是也是有賠到 5% 6% 7%的 但是可能是 目前我已經看他沒有賠 一檔子五檔 單檔 單次交易賠超過10% 反正虧了就虧了嘛 因為你看像南亞科那時候 帶大家出場 雖然是小賺 但是 感覺像是賠錢一樣出來 因為改漲沒漲嘛 10幾%沒賺到 後面只賺這個30%而已 想一想賠錢 但問題是像最近怎麼樣 我們就跌破 現在甚至92吧 對不對 那時候好像賣在98還是96 好像97吧 就大概那個range 那時候還是小賺 所以就跟大家講 就是有時候該砍就砍 因為有時候像 講漢磊 拿漢磊來講好了 漢磊那天海豚出掉 那今天你看他那個被關出來之後 被關出來是指那個 注意股票啦 就是分盤交易被今天恢復正常嘛 今天盤中一路拉到 他漲7%8% 海豚看看就 那漲就漲了 不干我的事 因為他已經不符合海豚持有的型態了 結果盤中一路拉下來 然後海豚之前有跟大家講過說 MOSP不要再追了 第一 第一 整個族群已經開始 漲幅過大 他也開始整理 不建議追 因為追的話你停順點難受 第二個就是 漢磊為什麼不要再去追回來 因為他現行的被破壞 現行會被破壞一定有他的理由在 不管是籌碼面還是基本面 還是什麼面 現行會被破壞 因為他的理由在 那後面再漲的話 因為他就已經不符合我們的要求 我們就不要再理他 好我們回歸重點 就是停損這件事情 該做就是要做 就是千萬不要你該不停 因為對海豚來講 最痛苦的狀況是什麼 最痛苦狀況其實不是賠錢 而是該停損的時候 我沒有把股票出勤 然後我就會一直環漏 說明天會不會再跌 因為明天再跌 我就已經比停損點還要更多 懂嗎 所以有時候該砍就砍 後面反彈就算 我們就是專注在 整個球技的比賽 我們不要只專注在這一場 好 這是停損的部分 來 索馬學員大家好 我是民視特海豚 范振宏 范老師 那現在時間是2018年 6月7號下午4點40分 那一樣現在開始我們的索馬影音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我們今天那個索馬 索馬標的 第一檔今天有兩檔喔